早晨 大家好 歡迎收看《信望早市有計》 今天請來友達資產管理董事洪麗萍 Kanita 跟我們分析一下今早港股的表現 Kanita 早晨 美國房地產數據表現比較理想 利好市場氣氛 美股昨晚在高位靠雲 當中納智在13年首次收佈 就是升在4000點上 看回明天就是期指結算日 港股方面的氣氛 觀望是否比較濃厚 恆子在哪個位置有些支持 我想近期港股受美股的影響相對比較小 港股本身主要是因為 上星期開始市場氣氛明顯改善了 再加上我想暫時都是受A股的影響 會比較明顯一些 雖然你說昨晚美股都很下穩 但是最終我相信今天港股 暫時都不會說有一個明顯方向的 繼續維持在一個紮幅上落 在23600、23800左右這個水平 明天在期指結算 暫時看不到市場有些什麼新的消息 所以預期在期指結算 都會在一個現在這個水平 來做一個整顧 我相信在期指結算之後 如果能夠出一個 11月份的PMI數字理想 我相信恆子就有機會突破 周大福半年順利就大升了92% 業績就好過市場預期 當中內地和港澳台地區的銅店銷售 分別增長了21%和4% 今早早的股價曾經升最多的5% 你怎樣看短期周大福的走勢 周大福的業績就比預期理想 但當中主要都是因為期間金價下跌 所以令到在銷售方面 有一個比較大的增長 但未來我相信它的銷售 其實都很視乎究竟金價是否會有一個調整 而令到究竟消費者 或者內地的遊客 是否會繼續在黃金、息金方面的需求 不過整體來說 我相信如果金價掉到這個水平 你說再大跌 甚至如果真的進一步下跌 其實未必會好像上一次這樣 令到內地的遊客會來香港搶購 所以我相信金價對福州大福的影響 會是比較小的 雖然它自己本身都不斷開一些新店 而同調銷售方面也能夠保持增長 但我相信如果銷售減慢的話 對它下半年的業績 我相信那個增長也會放慢 估值也不便宜 所以建議趁著這個業績的高位 我覺得應該考慮減減少 中集安稅科股東PGM 以每股大約11.7 全數釋售了最多8000多萬股 佔了一個預防行股本 大約4.24% 其實套現了超過9億元 今早股價比較差 跌超過3% 但是股價仍然守得配股價之上 怎樣看這隻股的情況 中集安稅科雖然說有一個配股 但是今次配股之後 這個策略股東它手上的股份 全部出售了 反而我覺得可以消除了部分的不明朗因素 接下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看回它本身的業務發展 其實它的股價近期 都因爲那個業務增長 所以令股價其實都接近上升到新高位 所以如果消化完這個配股的消息 我相信看回它自己本身 在能源裝備的業務的增長 特別是譬如說一些液化天然的 這方面的增長 我相信都會帶動到它在整體的益利 所以短期我只覺得消化完這個消息 這個股價也有機會是施回新高的 今早早也都見到水泥股有一個異動的情況 接下來水泥股 是否都是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 水泥股其實尤其是安分海螺 都由低位反彈了一段不少 當中我想最主要都是和水泥價格有關 水泥價錢其實由低位都開始是一直反彈 雖然區域性的水泥價格都是有分別 但是以安威海螺它的表現是最好的 因為它涉及的全國性 變成水泥的價格在平均方 它的平均價格是升得比較平均一點 所以令到我想近期計 整體除了安徽之外 其它的舉例股都開始是有些跟隨 所以這個板塊我覺得是可以看好一點的 不過問題就是好像安徽升到這個水平 我建議暫時可以觀望一下 讓它調整的時間這個板塊其實可以繼續留 Kunita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多謝Kunita的分析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